分享几种自制任务手杖折叶的方法 我折 折 我再折 我折完还能翻开 废话不说 教程开始 第一种是无接缝的折叶 可以选择手工折纸用的那种纸 如果想做长一点 就可以选择A4尺寸的那种材质 刻数大一点的话 纸张会更加的厚实 用起来也比较舒服 方法就是像视频中展示的这样 折来折去就OK了 非常简单 第二种方法是用手上已经有的M5内液 来自制折叶 大概留出一厘米左右的位置 给它折叠一下 再涂上胶 像视频中展示的这样贴上就可以了 如果想做三折的 就再加一张内液 用这个方法可以无限的循环下去 像背面可以贴上胶带作为装饰 第三种折叶是上下折叶 也是选择一厘米左右的位置进行折叠 然后涂上胶 粘在它的后面 最后采掉多余的部分 这里很重要 一定要在这里剪两下 剪完之后装在本子里 就可以这样无障碍的翻开了 如果你的手上既没有材质 也没有现成的M5内液的话 那就可以用便签 把便签裁剪成M5的大小 打孔之后进行两两粘贴 也是留出大概一厘米左右的位置 因为大部分的便签都是单面印刷的 所以在背面 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素材 去给它贴一下 这样做即可以盖住 刚才粘贴处的那个痕迹 也可以丰富你的内液 以上就是自制M5折业的方法啦 学飞了吗